中心大楼的那个电梯 那个电梯我真的觉得太离谱 那个电梯好像没有一天好过 我一直三不五时就听到记者报说 那个电梯又关注谁了 然后门又打不开了 甚至太有外宾被关过 真的很扯 真的太丢脸 希望幕后聊新闻 这里是由TVBS连历媒体所制播的 PACA节目新闻幕后 我是主持人夏家洛 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 新闻事件背后第一线的观察 让我们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 欢迎大家加入 新国会上线了 今天要聊的是那个男员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用这个词去形容他 反正就是韩国语韩院长了 因为近期几个民调公布出来 我觉得蛮让人意外的 就是他真的蛮得民心的 包含台湾民意基金会 近期公布出来的 他的满意度是到五成二 是唯一一个破五成的 跟新闻长成见比较起来 他的世界满意度是四成八 那蔡总统是四成五 但韩院长有到五成二 然后另外呢 近新闻在3月20号 也有公布一个民调 那立法院长 韩国语是40%的满意度 不满意的是38.7 他比对的对象呢 是其他的立委们 跟其他立委们比较起来 满意民党立委的 倒还蛮不少 40.7 不满意的有42.3 满意国民党的呢 有36.8 不满意的45.9 民众党的满意度呢 是34.2 不满意是46.7 另外还有个调查 是网路的声量 网路温度计 那第一名当然就韩国瑜 那他不止第一名 第二名的蔡英文呢 还大概就他的一半左右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想聊一聊 这个很特别的立法院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聊这个 很特别的立法院 是我们的TBS新闻部采访中心副理 老兵樊启明 启明你好 陆好 各位网路上的朋友 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自己跑立法院很久了 我大概 我跑 当记者是当了快25年 然后都是跑政治新闻 那立法院应该 前年后加起来 十几年应该有了 我自己很久以前 刚出道小菜机的时候 也是从立法院开始的 那时候我就记得有碰到你啦 有有有 我们其实还有应该有短暂同事 同事过 但是我刚到立法院的时候 你应该就是在T台嘛 是吗 是吗 对不对 可能好像在中天有重叠过 对但我们是在中天重叠过的 然后可是我后来就去T台 那我在T台 我在当然之前的就是从立法院开始跑 那到了T台就是以立法院为主 那立法院当然在T台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 就是连线结 对 那就是T台创造出来的 对我二十年前在那边 就是有一条走廊 对 然后走廊旁边的一间一间办公室 就各党团这样子 所以大家平常在店上看到记者 记者会的现场立法院的记者会 就是在那一间一间开的 然后外面的那个走廊就是你刚刚讲的连线走廊 我们就跑来跑去啊 因为旁边像以T台为主 旁边是国民党团 对 因为国民党团记者会有很多 所以其实就近拿到了那个 以前还要跑带 以前要跑带 就是真的是带子 大家如果看过有一个黑松汽水 还是什么样子的广告 不是要抽带子去SNG车上面 然后去连线 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情 对真的 每天要做这种事情 开怨的时候就是过这种生活 而且不是一个小时 可能要跑个五六次 都有可能 有有可能 很很平凡的在跑带 对 现在当然可以有 我们有那种四菊包 所以可以不用跑带 可是跑带还是一个 对记者来说是一个 很让人怀念的一个工作的一些状况 哇天啊 你这样一讲完全都把我拉回 那个时间的 时间的脉入里头了这样子 回到过往 所以在韩国瑜之前 我自己有印象的啦 当然就是万年院长 王金平 他总共是当了五届的院长 17年 然后他之后就进入到民进党的执政时期的苏家全 跟上一届就是游锡坤 然后再来就是韩国瑜 你自己感觉韩国瑜真的非常不一样吧 因为我们以前在立法院跑的没有人在管院长 就是没有人会跑院长的新闻就是他说什么没有人在在管就对了 对对对 我印象当中我们刚刚有聊嘛 我印象当中唯一一次像王金平当这么久的院长 他唯一一次是新闻的核心就是马王政政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他第一时间他还不在台湾 对对对 因为他女儿在好像是在巴黎岛还是在英语结婚 所以那时候他不在台湾 那可是当然就是因为马王政政也演发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治一些红爆 那当然就是王金平成为一个当事人的一个主角 当然是全程盯他 除此之外就没有影响 偶尔如果是说有一些又要挑灯夜战 那可能问一下院长的意见 那王院长讲话也知道就是很温和 那终于到了这一次 就是Lug男人回来 对Lug男人回来 这个到底是从哪来 我在这一段情况 就是他在高雄就很 就是很多人会 我刚才跟你提到那个民意行销 对对对 就会用一些奇奇怪怪的网络用语 就把灌在他身上 然后也蛮符合的啊 他也不排斥 那时候不排斥 现在有一些调整 现在不一样 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立法院长 对我觉得他很明确的去扮演了这个角色 因为国会的这个角色 其实在我记得2016年还是2017年 在中央大学他做了一份所有立委的一个问卷调查 他们认为立法院长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前三名第一个就是维持意识的中立 维持意识的中立 第二个就是调和党籍之间的一些纷争 就是朝野协商啊之类的 因为每一个朝野政党你的方向 或是你的对于一个法案跟预算态度都不一样 没错 所以就是要他来调和顶奈 第三个角色就是要帮助立法院去能够贯彻监督行政权 对其实这个都是很 我觉得很空啦 感觉起来院长是象征异议 大于十之一 所以人家才说立法院长是桥王 对啊 就是桥王啊 那桥王好 王金平是第一代桥王 其实之前还有刘松凡 对那好久以前 我在跑新闻的时候刘松凡是当立法院长 可是 大哥 可是那时候我是跑清明党 对他那时候是立法院长 然后王金平他就是一个 我们就讲第一代的桥王 可能有桥王这个名称就王金平开始 那王金平这个桥王呢 他特色是什么 他就很柔软 因为他跟国民党很好 这当然不用说了 对对对 他跟民进党也很好 他跟陈水扁之间的关系啊 跟蔡英文之间 那时候蔡英文还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他们的关系都非常的好 所以蓝跟绿他就是 都买他的单 都好朋友 对对对 所以他也不会去刺激谁 或是跟谁做一些对抗 另外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他有一批敬卫军 敬卫军 这个敬卫军就是很 对于王金平这个角色塑造最有力的一个 他旁边的一群人 这群人是谁 就是武党 武党联盟 对啊 那时候什么蔡豪啊 那好久以前 林炳坤啊 知名字都好久以前 袁家嘛 对都是 他非常的 很听院长 王金平院长的话 而且你刚刚点那几个名字 感觉起来那个都有点灰色色彩的 对 比较地方派系 对 地方派系 可是王金平就是把这些人拿捏得死死的 那王金平人人好 人人好的情况之下就 柔软 柔软状况就没有火花 对 那都是在背后去做了一些协商的一些工作 那到了游锡坤跟之前的 初来选 那还是有二代桥王 二代桥王是谁 就不是这两个啊 就是我刚才提的 柯建明 对 因为柯建明熟悉议事规则 他在立法院也超久 目前最久的 对 我已经问他几届了 反正我 我跑立法院的时候他就在 我报个小料 他会跟立法院的记者 我们叫吹风会嘛 会跟记者有一些 私下的联谊互动吗 不算联谊互动 那种状况就是 他几乎每天会喂一些东西 就是告诉你一些新闻内幕跟新闻背景 因为立法院真的是五花八门杂七杂 没错 我们跑立法院的记者 你可能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持向全能 那他会帮你提纲窃灵 告诉你一些重点 或是一些 他当然是想要带风向 可是你从他的嘴巴 记者嘛 你就会听到一些内幕 从内幕你就可以 发挥出了 你就有一些新闻线索嘛 柯建民跟老王又不一样 老王是软 柯建民就很硬 他那个很凶 他连对记者都很凶 是喔 因为我们曾经有报过一些 他们可能 真的不行 我会被告 不能这样的 就被叫去拉正过 被柯建民直接叫去拉正过 拉正 就是立正啊 对啊 对对对 所以他态度是很强硬 可是他跟记者其实关系还不错 他会放消息给记者 那可是他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他在跟韩国瑜 现在的这些韩国瑜 然后他目前态度还是很强硬 他的风格就是这样 有啊 他不是那天插话吗 然后韩国瑜伽就气泡泡 虽然真的是嘴巴含乳蛋 我从头到尾以前真的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应该说我们要很认真的听 很认真的也听不懂 我说真的 很认真的也听不懂 听那么多年 好歹稍微懂一点 好久了以后就可能 还大概知道他讲话 因为他讲话所有字都 黏在一起 讲得很快 然后又黏在一起 然后就他是牙医耶 奇怪他发声怎么 奇怪怪的 好 然后到了韩国瑜的这个时代 因为韩国瑜没有警卫局 那他跟国民党的之间的 这些渊源 这些立委 其实关系也没有多 很微妙 对 就是你看 傅宽奇跟他就有一点点 那时候 竞争 在新闻上面我们都有一些呈现 对 那他跟民进党 民进党根本把它当成那种 你想想看 那时候在高雄市 被修理的什么样啊 首要的假想敌 所谓黑暗产业链嘛 到现在maybe他认为 就是国民党这边认为 黑暗产业还持续存在 那你说民众党 民众党也不是 他支持的是他们的市长 柯文哲 柯主席 他也不是你韩国瑜的下面 像老王他有一批禁忆菌 所以韩国瑜就会变得一个 比较微妙 他也是软 可是软中带硬 他有一些他的一些 处理事情的一些技巧 手腕 可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很好的事 而且这个做的让大家 为什么他的支持率会那么高 是因为他by the book 我就按照意识规则 我只要按照意识规则走 我就站得住 大家会支持你 你看那个很多年轻人的民调 是支持他 有一些20到24岁 我忘记那个时间的年纪 5成8 最年轻的 20到24岁 5成8 那是多高的一个支持度 然后我大概有去听一些 像是街头访问年轻人 问到年轻人 大家就觉得他很好玩 然后为什么 以前会觉得他很好玩 可是好玩就会建立 会考虑他 以前的好玩就觉得会 讲白就是草包什么 在树上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在树上抓什么东西 看蚊子 对对对 就是看南部的登革热 一下爬树啊 一下干嘛 然后再上博恩的节目 用两只脚 对对对 对对 你不久前还是吃个印象 然后突然之间 现在满意度这么高 这个我们就叫民音行销嘛 年轻人把它取了一个名字 你就是用一些梗图啊 然后用一些民音 然后就把它的 这个人的image套进去 对 好玩是会好玩呢 可是如果你那时候 太多这样子的 东西放在身上 就会把它的人设就定 对所以他如果先在一个立法院院长的位置上 刚开始大家就一直很好奇 他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院长 所以他就刚才回到的是说 年轻人为什么会转变这么支持他 我听到很多年轻人对他的反应是说 他就是感觉好像有真的有在做事 做什么事 就是上次的那个立法院 读三次的那个 那然后就没收你的持续权 然后民音男情人就跑去闹 闹的时候 人家那时候那时候还有一些 媒体是带风向说什么 韩国瑜出包了 被打脸了 什么急着下班 用那个标题说什么去喝酒 那可是事后发现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嘛 你按照议事规则 念唱名三次不到 你就是不到嘛 那你为什么不到 这个大家也会好奇啊 我为什么官员 每一个人排排坐在那边 你立委可以不用到 然后他们现在又说什么 不知道你临时又变成书面咨询 什么有的不的 那我其实镜头 我自己也做一个拼命向老百姓 也不是新闻人的角度好了 我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书面报告不能提 你要做书面报告 怎么会临时做 你要做书面咨询 怎么会这么 这就是你不把它当回事的感觉 对 咨询是一个立法委员 你本来本职就是要做咨询的事 虽然书面咨询也是一种咨询 可是我们知道 咨询是有QA的这个过程 我可以观察 你有没有说谎 或是你有没有符合我咨询的一个 你有没有抓住我的重点 我可以追问吗 书面的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书面 但是没有说这么临时的 所以后面就会来不及 他现在不都在讲这个吗 你要书面你可以前一天讲啊 对 那对啊 就会大家会觉得 很多年轻人觉得 韩国瑜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我看到非常多年轻人是 支持他这个态度 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立法院做了一些改革 所以形象转变 我觉得是 的确是有一些调整 那韩国瑜那边 你其实我们跑新闻大概也知道 因为以前对韩国瑜有很多的期待 是说我每次去跑新闻 他都会讲一些 金句 对 金句连发 那他现在 其实他进到立法院之后 他只接收过媒体一次访问 而且这个访问是 他讲完就走 就就是那个 就不让你再多问 对 介绍秘书长的那一次 就是周晚来那一次 其他你怎么去问他 他都是谢谢谢谢小心小心 就再也没有任何的 跟媒体之间有一些QA的互动 对不对 对我们媒体来说是不好 我们不喜欢这样子 可是他在的地方 奇怪他就会自带流量 很妙 你看他这种方式 但是每天都还有他的新闻 很多很多 他都不接受媒体的访问 当然他的金句还是有 那可能在致辞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一些金句 可是你还是觉得 他有在收敛 不像以前 什么看到女生的小腿 很白白的很漂亮 那个时候就会讲一些 你就听了 这样有对吗的那种感觉 他想要营造一个幽默的气氛 可是我觉得幽默是一种智慧 可是你开太多玩笑 就会变成食言 那他之前在当高雄市长之后 就尤其很多人不能接受 他为什么当高雄市长一年 就要跳去选总统 那当然 加上黑韩产业链的一些推波助澜 再加上他自己的民营行销 有一些自我感觉良好吧 我可能现在讲这样子 我们伺候观察是这样子 然后就造成他的 民调啊 知识度一落千丈 那可是现在有调整 调整了 我符合了我院长的形象 第二个就是 我真的有在做事 而且这个做事的是 符合人民的期待 因为我想真的 40%民进党制度 只剩下这样子 你在立法院又不是最大党 你还不知道 你要有一些调整吗 你还以为你是 完全执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所以韩国瑜代表了 反这40%的一些声音 而且他的确抓到了一些要点 那再加上他没有出包嘛 所以形象自然就会好 不过你自己感觉起来啊 现在立法院换一个院长 整个气氛上都不一样吗 我觉得像问证上面 看到一个新闻画面 我自己就觉得 哇我感觉 他不是王之间不要咳嗽 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王之间正在 对对对 他正在咨询那个 新院长陈建仁的时候 然后就要喝茶嘛 他要帮委员送茶 帮委员送茶呢 那像那画面像以前都没有 他就是形塑一个气氛 而且那个 那个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个真的是韩国瑜 那时候麦克风没有关 韩国瑜跟旁边的议事人员说 帮委员送一杯茶过去 就很贴心啊 那我觉得很贴心之外 很容易大家就会联想到 当时在 以前他们在台北市议会 对台北市议会 那时候为什么韩国瑜会红 为什么王世间会红 就是那场质询嘛 就是流氓要不要喝水 然后那个韩国瑜说 如果叫我流氓我就不喝水 可是你就可以马上呼应到 这一次的质询 韩国瑜就请他 递上了一杯温水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 很有趣 然后也蛮 蛮温暖的 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 一些形象方式 也可能是韩国瑜 他没有想那么多 对没有想那么多 自然的反应 对可是我们媒体会想嘛 那媒体想了以后 把这个image 又重新让大家去联想到 当时的一些状况 那跟你现在的形象的 又可以相互呼应 对 这个是加分啊 很大的一个加分 对 这有时候只是从政治面去观察啦 但是有点 就想知道现在立法院 整个气氛上不一样了吗 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这一次的立法院 来了非常多的 新科力 新科力 而且都是明星级的 对 像巧新啊 像是黄杰啊 像是那个罗志强啊 这些 甚至牛许婷 都很多 新科的委员 他们 口才也好 然后外貌也好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 形象包装的 还 还 还 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些 新科委员 再加上 自带流量的韩国瑜 那所以立法院就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新闻的 讯息中心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就是 这次为什么韩国瑜 当上院长之后 大家觉得立法院 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些改变 第一个当然就是那个 换掉处长 总务处长这件事情 因为 真的 以前我们跑新闻 好像觉得理所当然 就是 立法院 委员要装潢吗 给你一笔钱 那你就 反正是公帑嘛 那 给公帑的情况之下 反正不花也白不花 那 委员跟 这些所谓的 包商吗 对包商 这些包商又是 是不是跟立法院的 这些工作人员 是手势的 对 那 大家就给个方便 对 不是花自己钱 那就 这样子 就做了 可是 这一次 我举个例子 牛许廷 牛许廷他要装潢 他就只是要换一个 那个 这叫壁纸 换一个壁纸 报价11万 他是多大面积啊 一面墙 11万 其实也没多大 一面墙 因为 刘许廷他们自己 就是他们这些区域委 区域的立委 在他们的选区 一定都有 包商 或是做装潢 对 他们会有认识 我要照顾我 也照顾我自己人 对 可是因为本来是说 大家立法院的同事 然后有这样子介绍 我就用你的 你的这个包商 报的价 可是对他们来说 11万实在太贵了 而且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5万块就搞定 我有6万块还可以做别的事情 然后后来帮他捡 捡到好像是11万捡到7万还是9万 忘了 还是很贵 然后他就不要了 然后还有什么很离谱的 譬如说一张桌子 办公桌 一张桌子5万块 然后一个椅子1万多块钱 最离谱 我觉得这最近新闻都有提到 是说 他们要移动两个 两个 应该也算是位置还是咨询台 10公尺 我知道 在某一个委员会 然后傅文奇超怒的 那时候问那个总务处长 换个位置 10公尺 要1100块 而且还要很久的时间 这样子 对 要等4个月 这谁受得了 你不过就是搬吗 你不然我来搬 我也可以搬啊 这个文化可能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建立起来 可是我在跑立法院的时候 大概都有听过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那个总务处长 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那个人就对 没有有换过 有换过 但文化没改变 对 这个文化是存在的 可是因为这件事情 藉由新科委员的 他们敢拼敢冲 觉得不合理 网上讲了两句 就新闻了 流量就来了 然后引起大家注意 然后韩国瑜马上就 有反应 就是把他换掉了 把他换掉之后 那当然就是一个 对于民意的一个尊重跟展现 那形象 整个立法院就不一样啦 然后还有他跑去看 那个大怒神嘛 就是那个中兴大楼的那个电梯 那个电梯 修了好多次都没 都修不好 对修不好 不知道为什么 这我觉得换一个电梯 中兴大楼没有很旧喔 它不是像那个立法院本院区一样 它是旁边的一栋比较新的大楼 就是立委办公室那一栋 对对对 中兴大楼 那为什么一直修不好 所有的委员在中兴大楼的 尤其是上楼层的那些委员 都很紧张欸 就不敢坐那个电梯 怕被关在里面或是什么 甚至还有外宾被关过 喔真的 很扯 这太丢脸了 那这到底谁要负责 这个是不是立法行政院的宿务 宿务该谁负责 就是总务处 总务处怎么都没有换 那怎么都没有解决 那韩国瑜来 当然是说一个植物上的调动 他当然就是转去做参事 可是事实上实际来说就是把它调 那好啊 就是换了一个院长 我的整个感觉 立法院的形象就不一样 对对 所以很难想象 因为他毕竟才 我们现在录音是三月底嘛 政治商人 一个多月而已啊 对啊 快两个月了 对啊 就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感觉是新的气象了 对对 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 这一次的立法院 当然啦 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就是 媒体的聚焦的一个重点 对 因为韩国瑜 所以我们的媒体都会派重兵 在那边 派好手 派好手 派好手去盯立法院 以前 你是盯立法院还是盯韩国瑜 我立法院一定要盯啊 可是韩国瑜要有一个专门的人去跑他 对啊 就是变成 以前没有专门的人在跑院长的 专门的人通常都是跑马英九啊 陈水扁 蔡英文 蓝青的 对对对对 可是现在有一个专门的人跑立法院长 韩国瑜 要多出一条线来 对对 我感谢韩国瑜啊 因为我这个人全程盯着他 所以我有非常多的新闻 我现在看到桌子上有这个水煎包 水煎包就是我们记者跑出来的啊 对就是我们记者跑出来的 因为那天他就是就是没收事件那一次 就就被民进党说什么他要去喝酒 要去参加外宾的一个聚会 然后我们记者那时候过去到立法院现场 刚好碰到韩国瑜 我们那专门跑了一把跑韩国瑜的记者 就这么刚好就对了 然后韩国瑜就跟他说 哎你要不要吃水煎包 真的啊 直接问他 然后就叫他秘书拿两个水煎包给他 对 所以我们才知道 他不是去见外宾 更不是去喝酒 他在办公室里也吃水煎包 而且这个水煎包后来记者去问 反正这些有一些花絮的新闻还蛮有趣的 因为每次有这么多重口味 总要有一些清淡小餐 韩国瑜真的很喜欢这家水煎包 一个28块 好像很贵 其实还好啦 其实还是算庶民饮食啦 一个28块 然后他一个礼拜要吃两次 这么多欸 那是这家 还是这一家 对然后他还要配个抹茶 还是绿茶 绿茶啦 他要配个绿茶 我想说抹茶感觉 比较少的水煎包再配 他要配绿茶 他中午常常就这样子吃 不过配绿茶吃水煎包也不多欸 我知道的都是配豆浆 红茶 他习惯 他个人习惯我不清楚 对 然后后来 他也不是只吃这家 因为 还有别家他喜欢的 立法院旁边有立法院三宝 你跑过立法院也知道 然后鸡排水煎包 还有给我忘记什么东西了 还是臭豆腐 然后那个就是两个25块 他也吃 而且不只自己吃 他跟这个 国民党的党编一起开会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吃水煎包 他常 他很爱吃水煎包 所以推荐大家一起来吃就对了 你看 他就是吃个水煎包 后来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他再拍了一张照片 就是他吃了一个 对对对 他拿在手上 一个被压扁的水煎包 诶 几万人按赞 好妙欸 没写什么内容 我也每次看到这个 我其实心里头有很多问号 怎么大家现在 就是关注我一点 很有趣啦 就是 你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 应该怎么说 他现在就是有流量 而且是一个正面的流量 而且听说那水煎包店 真的就大排场了 大排场了 然后听说有人是坐游览车 这样子上来要吃的 我想真的讲的 那水煎包多特别 我现在怎么在讲水煎包 我现在在讲水煎包 然后他一个约 一年要休三个月 一年要休三个月 他是跟加姆亚一样的卖牌 我不知道 他就是赚得很够啊 加姆亚也是啊 就是季节到才开 然后夏天都在休息那种 所以韩国瑜就很喜欢吃这一家 这个也是他人设上的一些翻转 又回到的那个 莫忘世上 世人苦人多 对对对对对 那个韩总的形象 我就庶民啊 吃水煎包 对啊 黑暗产业就发挥不起来 对啊 所以你现在看 我觉得台湾政治也蛮有趣的 就这个选举选完之后 马上就再看下一场选举 2024选完马上就看2026 甚至是看2028了这样子 所以韩国瑜你看 这回当立法院长 也不过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 大家就开始就在点名了 然后又开始在 点降录 对又开始在预想他之后会这样会那样 你现在判断他会怎样吗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怎样 我到现在 因为这段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对真的太短了 可是我觉得提供给大家几个观察点 一个就是 其实 韩国瑜的他旁边的一些 原来的高雄市府的这些局处首长 其实非常挺韩国瑜 他觉得韩国瑜是完全被 污名化的一个人 因为他觉得韩国瑜是有能力的 那污名化之后把他黑到已经不行了 他完全遍体鳞伤 所以现在是要把他做一个形象的翻转 形象翻转之后 有没有下一步 不知道 至少现在在做形象翻转的工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有一些人事上的一些安排 就是这次 同样还是回到 总务处长这件事 他换了一个人 换了一个台中市的新闻局副局长 他跟目前在各民调 各满意度最高的卢秀燕 建立起了一个很好的关系 就是借降 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好 他们不用透过幕僚 直接赖来赖去 可以直接赖来赖去 我觉得卢市长很可爱 他三不五十还会赖我 他也会赖你 对对对 真的 因为他就是没有价值 他会赖我然后跟我讲 他会给你发掌背图吗 他会问我小朋友 对对对 他会问我小朋友的事情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sweet 对会会会 那他跟韩国瑜的关系非常非常好 通常有这样的动作 郑振夫还有吗 我觉得很少 所以你会觉得特别印象深刻 大家还要想一个人 一个叫郑造星 郑造星是谁 郑造星是现任的高 台中市的副市长 原来是新闻局长 原来是韩国瑜的高雄的新闻局局长 他也是从台北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下去的 他反正他也是幕僚出身 对对对 所以卢秀燕跟韩国瑜之间的关系 其实不止这个新闻局的副局长 还有一个郑造星的这个角色 那郑造星的角色又会牵连到一个人 叫江启成 对因为郑造星是江启成最重要的幕僚 那江启成现在被认为要去接卢秀燕的棒子 所以他们之间这个合纵连横 然后在台中大台中之间的一个关系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稳固 大家也知道大选就是分各个击破 就是分区各个击破 高雄可能有他的基础在 我猜可能会有在 因为他人脉还在 虽然 虽然那时候离开的时候真是灰头土脸 可是我们看形象很快就洗完了 台中这边又跟一个卢秀燕的关系是这么好 而且看得出来 大家好像有一点 你要组成策略联盟的那个感觉 所以卢韩配吗 还是韩卢配吗 不知道 至少让大家这样的合作就会有一些 期待 就有一些想象空间 对那你说2028还早啦 不过政治人物通常都会做一些提前的这个布局 那内行人看门道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跟卢秀燕之间这些人事上的一些交流 是不是有一些期待 所以要往下面再继续布局 也是自己现在工作要先做好 当然 看他在立法院 感觉起来还是可以持续观察 不过我在这两天看一个新闻画面 我看了信头也觉得感觉还不错 就是那时候 新闻长职见最后一次进到立法院备训嘛 然后备训要结束 那场大会咨询要结束之后 应该是民党立委主动要找院长来拍一个 对 毕业照 毕业照 因为那个时候是陈建仁在立法院的毕业典礼 对 他不用再去立法院 他就不用再去了 对 拍了一张照 对 然后都是民党党的 是有人特别叫他叫国民党的韩院长一起下来拍照吗 对 他那时候我就行礼如遗啦 就是你行政院长要结束了 对 就是跟大家在那边打招呼 所以立法院长也来 立法院长就来跟大家 他就握一下手 也问候一下 结果就拍照 对 然后韩国瑜还说 我也要拍 我也可以拍 对 我也要拍 那种感觉 所以就可以看到一排民进党的委员的人群之中凸显占了一个韩国瑜 可是这个代表什么意义 我觉得韩国瑜也扮演到他立法院长一个角色 就是中立 中立的这个角色 所以虽然民进党很多人对他有意见 对 可是我对你 我至少我是中立的嘛 我的形象 我要营造出来的那个氛围是 我不会排斥你啊 对 那如果是说 你去看国民党会去跟尤其坤拍照吗 对 我是不知道 至少这种画面是好的 和乐融融 对 你好像觉得在国内的政治不要那么对立 是有点希望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王金平对于立法院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批语 他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立法院长的角色就像是 既在孤峰顶端 顶端也在红尘浪里 对啊 王金平的一句治理名言 为什么会在孤峰顶端 孤峰顶端就表示我要维持中立的角色 那红尘浪里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是国民党提名的 所以我基本上我可能是不是还要顾一下国民党 或是在其他在野党的一些感受 韩国瑜现在就是要扮演这样的角色 因为他是不是国民党执政下的立法院长 你觉得他跟民党之后关系会如何 我举一个例子 黄杰这次为什么会来立法院 大家都认为我要从现在高雄市议会那个翻白脸 翻白眼的那个状况 可是怎么打都打在棉花里 黄杰打那个韩国瑜都打在棉花里 王世坚也是啊 因为他们以前在台北新闻教授很精彩 所以大家也会 王世坚很聪明 对王世坚很聪明 我不是说黄杰不聪明 可是他打不到 他没有激起那个韩国瑜的一个反弹 所以现在黄杰只好去找另外一个假想敌 就是马英九 马英九要去大陆 现在就一直打马英九 打韩国瑜打不动啊 那韩国瑜跟王世坚 有扶龙王帮他加持 那韩国瑜是不是一个新的被扶龙王加持过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可期待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王世坚真的这个做的还不错 可是你看韩国瑜跟民进党之间的互动 会不会也还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 你想想看喔 那时候要选举的时候嘛 民进党不也猛攻他吗 就说你们要怎样怎样的话 你们能够赏得上立法院 讲韩国瑜吗那种 讲得很难听啦 对可是现在他们 感觉起来好像又可以出现一个 微妙的一种互动模式出来 我还如果回到那个问题就是 现在民进党没有辞职过半 他没有过半 那最大胆也不是你 赖清德一直跟民进党的委员说 你们要知道现在是朝小野大 你们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局势 有一些民进党委员可能一开始还不习惯 所以才会出现一拳冲到那个院长那边 以为可以黑到韩国瑜 可是反而碰了一笔指挥 所以不管外行看热闹 还是内行看门斗 这立法院真是蛮有趣的一个地方 所以感谢他 感谢韩国瑜给我们这么多的国会新闻 尤其大选之后通常新闻会变淡 对就只能够靠立法院了 韩国瑜帮我们给我们养分 你现在让我想起我20年前在立法院的日子 真的非常充实 每天在立法院跑 现在又不一样了 现在整个氛围又不一样 现在因为至少你要翻一组人去跑韩国瑜 以前不用翻一组人去跑王坚平 我记得我还在跑立法院收场 我还就是一直打电话来问 什么事情就叫你去问一下立委 什么事情就叫你做个反应回去 那以前不是像现在这种网路社群时代 或LINE什么都可以传得这么快 但都已经有很强烈的那种 我要立刻做反应的那种压力 跑代跑代 对对对那像现在不是压力更大 因为讯息要更快 所以现在有一个社群媒体 就用LINE很快的就可以传回来 我们现在电视新闻的记者 快没比不过及时 可是查证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扮演的角色 这真的很重要 这真的很重要 启明你自己有一个粉专 对不对 对有一个老兵粉专 那大家如果想要找的话 就找凡启明老兵 OKOK 那我们也把你的粉专 贴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头 感谢支持 大家如果对于政治议题 有点兴趣的话 反正现在淡季 大家不要情绪这么亢奋的来看了 但你在相当头都会po一些 你们自己 我有内幕啦 然后我有政治分析 然后也有一些小花絮 也会po一些漏网镜头 或是新闻海景顶一排 让大家看看 不同的视野观察 去政治新闻现场 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谢谢你今天过来 下次有什么有趣的政治题目 再邀请你来 谢谢 谢谢大家 新闻幕后聊新闻 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现在各大平台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来聊新闻 欢迎订阅 并且在Apple Podcast 还有SpiteFi 给我们五星评价 有任何想要回馈 给我们的想法 可以点许愿池当中的连结 留言给我们 同时也邀请大家 可以来追踪 T Radio脸书粉专 我们也会把这个连结 放到我们节目资讯栏里 这里头会有 除了新闻幕后之外 其他的好内容 也会推荐给大家 感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兵齐鸣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四再见 拜拜